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约了我们读新的时间了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的是 诗篇第142篇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 发声恳求耶和华 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 承说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 敌人为我暗设网罗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 叶华,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极碑之地 求你救我 脱离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名 一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一段落 下次不要忘记和我们一起读圣经 好好听哦,拜拜